嗨,大家好好好好,我是今天的特别嘉宾,Google姐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鱼钢换水的三大步骤 我们养鱼一般换水频率,都是一周一次 换水的量是钢子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通常我们换水时一定要非常注意水温跟水质 如果当你在泡热水澡,突然间加入大量的冷盐水 你一定会受不了吧 好的,那我们正式传授招式吧 一般人呢会准备一个水桶,把水桶拿到水龙头底下直接加水 加好水以后把水桶又提到大太阳下,去接受曝晒 实际上的接受太阳曝晒的杀菌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你的水桶里面还会很容易长藻类 专业的做法要怎么做呢? 首先一样我们准备一个水桶,然后在里面加入水质稳定计 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说,要再加入鱼缸前加,还是要再加入鱼缸后加入水稳 实际上两个做法都可以,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做法 通常水稳都可以在很短期内很快速的去处理,水中的氯跟一些重金属物质 不过以水质稳定计来说,我们并没有很推荐大家使用 虽然说它的利润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当你用的水稳就表示,你对水质的准备还不够充裕 我们比较推荐的方式是什么呢? 可以准备一台打气机一颗气泡石,你就可以很轻易地完成氧水的工作 实际上的要处理水中的氯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将打气机连接好气泡石 然后再将打气机打开让气泡石产生气泡,让水能够滚动 藉由水滚动的这个动作呢,里面就会有几体的交换 那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让氯气可以排出水中 我们可以在换水的时候,可以拿个水桶装我们要换的水量 把它放在鱼缸的同一个空间,放三到四个小时让它对温 为什么要先加水? 因为现在水位比较低,就不好红吸啊 水位加高一点,红吸效果会比较快 不然我要用吸心大法,知道吸心大法吗? 用水滚吸 如果不想喝鱼缸水,可以试试一下 新手神器优 这里我们推荐的是水座的二代红吸管 水座是日本的厂商 水座这一系列的总共有三个尺寸 因为草友们普遍都是两尺左右的鱼缸 我们就用最小的S来做示范 实际上如果是操作三尺或者是四尺鱼缸 会建议用M或者L 这一间在很多零件上的设计都很有巧思 只要以拇指按压数次,就可顺利的抽水 这是一个非常直觉性的产品 操作上我会习惯将鱼缸分成多块区域 每周固定换水时 抽携想要整理的区块底纱部分 这样清理的好处就是 你不会太累,又能兼顾到成的鱼缸中的生态平衡 那我们这些老手呢,换水都有一个绝技U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将软管套在手上 其中一节放入鱼缸中呈现U字形让水进入软管 等待水充满U字形区域后 以右手的拇指按住水管开口 这是以左手把软管往下拉 下拉以后你放开您的右手拇指 就可以顺利的启动铜心效果 将水管的水带出正所谓熟能生巧 一个精巧的手势 一个精巧的动作 就能轻松地利用铜心原理来换水 想学会这,绝技 先来多喝几缸鱼缸水吧 补水这环节非常重要 有些新手会出现这种补水法 大正确的补水法只有一个诀窍 那就是 越慢越好 我会推荐三个东西 一流筒水管固定加补水器 多数的玩家都是使用两尺鱼缸 所以我准备一个6L的低流筒 放在鱼缸的边角上面 温度或者是水质都已经先调整好了 然后让它慢慢地低流 这样让鱼虾去适应新来的水质 第二个是水管固定加 水管固定加通常都是配合三胞胎使用 把水从三胞胎加水入缸的时候 借由水管固定加就可以把水管很平稳固定在鱼缸上 再缓慢地加水 要注意的是加水速度越慢越好 尤其在夏秋交际 水温温差太大 鱼虾会有不适应的情况 严重甚至是造成死亡 当你的水添加越缓慢 你的鱼虾适应的时间拉得越长 才不会造成鱼虾紧迫 或者是异常的状况 补水器的原理就实际上跟我们的冲水马桶是一样的 它里面就是一颗浮球 借由浮球来控制你想要的水位 浮球低的时候 补水器就会补水 达到你要求的高度的时候水就会停止 补水器呢通常都是连接两分的RO管 所以它补的速度很慢 因此它的环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设定好就不用看 对鱼虾的影响又最少 补水器可以说是一个最懒又最好的补水方式 不是加完水就没你的事了 加完水以后呢 我们要针对钢里的鱼虾做观察 以虾子来说 如果你的水患太多了或者是水质差异过大 你会开始看见钢子里面的虾子到处乱窜 上下上下的游动 就会开始飞 我们俗称飞虾 以飞虾来说呢 因为水质差异过大造成飞虾 基本上虾子飞完 你就会陆续看到虾子死亡 那以鱼来说呢 如果你养的是孔雀鱼 可能就会出现破尾 活动力降低 那以鼠鱼来说 就会出现胡须根体表粘膜脱落 所以要记得 加完水以后 要记得观察你鱼缸内鱼虾的状况 那大家都知道换水的重要步骤是哪些了吧 首先呢 你要先把你要加入的水养好 再把鱼缸的水抽出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再把养好的水缓慢地加入鱼缸里面 最后再观察鱼虾的状况 那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满满的收获 这次的赠品是 那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我们将从留言中随机抽出 有订阅AC草营水族的草友 那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 想追踪更多水族之时 请按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我是孤狗姐 AC草营水族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